泰身体剧场年度大事之一的100公里俱乐部 今年度连续举办了第三年 这次从泰马里龙溪火车站走到屏东的莱义乡莱义村 团员表示虽然用走得很艰辛 但唯有用走路的方式 更能用心去体会到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文风情与环境地景 一行人走在台九县南汇公路上 这是泰身体剧场年度大事之一的100公里俱乐部 今年办理第三年 剧场团长表示 希望借由体验以前人用双脚踏在这片土地的感受 同时也让舞者的身心灵得以沉淀 因为以前的人其实走很多的路 然后我们现在舞团在发展的脚步 其实跟脚步跟土地有关系 这三年来走了大概300多公里 然后其实每个点每个点的串联 其实都是一个对舞者在身心灵来讲 我觉得都会有一个自我沉淀 舞者摆动双手 脚大动作一位并发出喘息声 来表达出在社会环境拉扯的意向 延续着带身体剧场的表演与会脚谱 用走路的速度 让身体巡回与自我跟环境的亲密关系 就路上就是会看就是会很享受 虽然说就是会抱着就脚很酸啊 很痛苦然后东西很重这样 然后可是就是就当你就是看到海啊 山啊然后或者是去认识 就是不一样我们都会去部落嘛 然后去认识不一样部落 甚至是就没有去过的部落 就会很享受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今年乌者们要从太马里龙溪火车站 走到屏东来一乡来一村 沿途也将停靠拜访五个部落 作为休息点 陶渊表示虽然走得艰辛 但更能用心去体会 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文风情与环境地景 继续蒋文杰大人相报道